好 各位Youtube朋友 大家好 在這個出差的時候 夜蘭人證 我就 出去買了一件東西吃 試吃給大家看 應該是沒人敢試 但我很想試試 就是這個 俄色奶醇冰淇淋 如何俄色呢 待會我試試 本來我打算買千層雪糕 但我又想想 又渣渣上手 發現千層雪糕真的輕飄飄得很厲害 你知道雪糕本身是用奶和空氣打成的 千層雪糕 除了有很多空氣之外 每層雪糕都是空氣的 所以 比一般的雪糕更加輕手 感覺更加虛浮 結果我拿上來之後 想一想 不要再放下 那就選擇了這個 俄色奶醇冰淇淋 是蒙牛的 大家看到嗎 所以應該是挺高的 但我就試試 正所謂本死無大害 就是 鵝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老母無得打 唯有吃雪糕 這樣呢 登登登登 是這樣的 我拿了這麼久回來 可能這裡比較涼爽 這樣呢 它還未溶 所以現在就要試試吃 嗯 嗯 開始溶了 其實是開始溶的 這樣呢 這樣呢 再吃一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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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這個呢 是 首先說一下口感 是很軟 很軟 你看到我的牙齒癮 你就知道了 其實是很軟的 嗯 嗯 不會好像 譬如你買 維記 還是不知道什麼 總之在7或者7K購買的雪糕 其實很多都拔出來 硬挖挖的 很多都 這隻不是的 很軟的 嗯 有少少像 嗯 北海道 那隻 三十六鮮奶 有少少像 但是呢 是很軟熟的雪糕 而且呢 拿起上手的時候呢 不會好像 我們本來想吃那隻的 千層雪糕呢 這麼輕飄飄啊 我覺得真的挺好吃的 這個 不錯 嗯 嗯 我現在住在酒店附近呢 沒有KFC 不是 Sorry 應該說酒店附近呢 只有KFC 但是我很不想吃KFC的東西 晚上呢 剛剛吃了一頓都非常肥膩的東西 那頂不住了 那我就要下街賣水喝 那買水喝的同時 不如看看有什麼過癮的東西吧 那發現呢 是沒有的 原本呢 我就想買薑味的可樂 給大家一邊看我吃東西 一邊看看原底的包裝先 本來打算買薑味可樂 結果沒有 沒有薑味可樂算了 那我也有這個熱肉去吃一下雪糕的 那結果就見到一隻這樣的東西 嗯 可以呢 就 買一邊吃了 挺好 這個呢 可以Encore 因為不知為什麼呢 我現在住在這裡呢 是 有很濃烈的俄羅斯感覺的 有機會呢 給大家看看 那些片子 是片味 我就加是片味 嗯 真的 好啊 這條片 就到此為止 因為開始很冷 那 回到香港 繼續打機給大家看 不過應該 你看到我打機 再打機的時候 就已經回來香港了 那這條片呢 都要回到香港才 可以上載給大家看的 那好吧 就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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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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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